聯合國難民事務專員公署說 超過兩百萬聚領亞人登記成為難民 超過任何一個國家 督國總理默克爾向國會說 能夠以多國聯合解決聚領亞問題的方式 並不感到樂觀 埃及法院下令半島電視台分社 和其他三間電視台停止廣播 原因是他們報道穆斯林兄弟會的抗議活動 哥倫比亞發生暴力示威之後 政府內閣宣佈總辭 以便總統作出人事變動 三名塔利班武裝分子襲擊 靠近巴基斯坦邊界的美軍基地時被擊斃 美國榮首戴安娜內德成為首名 在不借座防沙網保護之下 橫渡177英里 從古巴游到佛羅里達州的人 里米隊 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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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